垃圾車車斗一直冒出濃煙 但車斗尾蓋 其實找不到人來開 消防隊員只能先灑水降溫 從後面燒掉 它可能現在可能拉不起來 可能是線路被燒壞 尾蓋門才開不起來 只好用電鋸切割 扯出一個洞 從洞口把水灌進去 濃煙也越來越大 把消防隊員都包圍住 你們想要沉水 你帶著他們的烤肉 是不是這個要帶的我不知道 事發在15號凌晨3點多 南鳳山區的清潔隊停車場 大夜班的清潔隊員懷疑 可能是這輛車載到烤肉垃圾 火苗沒有熄滅 因此在車斗內燜燒 後續修復費用估計要30萬元 烤肉碗木炭灰燼 因水澆熄 降溫後打包交付垃圾車 以免引發火警 還沒到中秋節 家家戶戶就已經 趁週末放假烤肉慶祝 環保局呼籲民眾烤肉碗 應確實把木炭澆熄 確定降溫後再打包 但烤肉同時 還有人會放煙火 也釀成火警 14號深夜10點多 高雄前鎮區康河路上的 大樓興建工地 不斷冒煙 雲替車升到大約15樓高灌救 而現場就發現一堆 燃放過的鞭炮盒 放很多燒起來 超大型女棒 當地居民指證歷歷說 就是煙火火花 從高空掉進工地後 燒到防護網 幸好工地當時已經休息 沒造成人員傷亡 警銷也在清茶 放煙火的行為人 還好火勢很快撲滅 萬一整棟樓燒起來 就真的賠不完 近新聞綜合報導